朋友们好,我是骑着三车从河南去往新疆的老二 他俩是跟着老二去新疆的原本和六一 今年又是没有的一天 昨天晚上在这个半圆形的桥洞里面睡觉 还是挺舒服的 一大方右臂还防野生洞 就是有点蚊子,哑得太厉害了 我觉得越往新疆走蚊子越多 东西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 我们继续出发,加油! 今天的云漂亮的混,满天的白云 晴空万里的 骑在这个公路上面,高原 空气都是那么的新鲜 哇塞,舒服! 给大家欣赏欣赏今天的蓝天白云 加图山,衬托起来还是很美的 其实,手机拍出来没有那么的震撼 你要是亲身经历,亲身站在这个高原 瞭望这个蓝天白云 哇塞,漂亮得很 朋友们有机会,身体允许的话 没有高反的话,一定要来高原走一趟 有好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你穿这么厚 我们都穿大裤衬,都穿背心了 你还穿着毛衣呢 其实西藏这边的天气,白天没那么冷 晚上的话,日中温差比较大 晚上的话比较冷 一到五六点六七点的时候 就开始起风了 就像现在,已经开始刮风了 中午的时候是没风的 中午的时候其实是挺短的 有十度往上吧,估计得有 你看我现在还穿着薄毛衣,然后秋衣 昨天我没有穿秋衣 我把袖子往上面撸了一下 你看,一样给晒,晒得这么红 晚上的时候,就有火辣辣的那种感觉 今天我又把这个秋衣给套上了 紫外线太强了,主要是 晚上再等一会儿,等七八点的时候 外套都得夹上去 现在是下午的七点十分 今天不准备住桥洞了 因为桥洞,这边桥洞里面全是泥 我看今天能找个拔洞 今天也要住房子 要好好睡一下 休息休息 在这里发现一条大大的河 朋友们 给阎马他俩出来放放风,喝喝水 这个草都长到河里了 这么一大片,还挺好看的 阎本疯了 他没针痒啊,他没针痒下去了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原本逗六一玩六一,真生气啊,真咬了 看看,原本都没下口 六一是真咬了 但还咬不过 但还咬不过 我今天也要做一个大小的地方 你会给你帮我 你会给你帮我 你帮我 你帮我 我替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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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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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晚上的9点45分 在路边上发现了一个闲置的房子 我进来看一下,门是开着的 哇塞 应该是没人住吧,这么脏 也没有被子啥的 一边一个床,还行 明晚就在这里露营了 这里就是那个羊伤味比较大 还能接受吧 晚上我睡这个床 六一原本睡这个床 完美 开始收拾东西做饭 那里面有个野狗 原本一直在叫 起来 不叫啊吧 不叫,不叫 进来 不跟他一般见识 不跟他一般狗似知道吗 关门 刚好有个石头 挡着门 漂亮 这个羊生味 确实有点重啊 这个是今天接的山泉水 山上流下来的水 比河水干净多了 我都是直接喝的 今天 接了一桶 加上那一瓶 就怕水不够 买了十个鸡蛋还没吃呢 今天就炒个鸡蛋 这个西红柿 已经坏了 有点差不多换一半了 等会直接炫 没地儿放 趁着蒸米饭 我们把床铺一下 今天找到这个渗气房 还是挺幸运的 比如说这里没那么干净 但是它挡风气 防野兽啊 对不对 很多朋友可能要说 这本来有床 你还敷啥床呗 说实话啊 我现在这个床有点脏 虽说我没那么干净 但是 我觉得睡我的床 我的床再脏 我都觉得睡的都是香的 我要是直接睡 睡擦这个床的话 我估计啊 我晚上都睡不着 是不是 i 不 还要 感受一下 舒服 实在是 isch 租ゴ 窝里头 ская 鸡蛋 青椒 烂番茄 蒜 盐 生酸香 鸡精 鸡蛋 鸡蛋 盖上锅盖 狗粮餐鸡胸肉 你鼻子都如里了吧六一我都听见你哼起来 鸡蛋 鸡蛋 米油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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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